罕见的疾病让女孩变成了木头姑娘,寻遍医院却无药可依。 无意中看到的信息能否给木头姑娘带来生机,她的病能否治愈。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风掌的骨头,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半岛城报的记者齐媛媛接到一通不寻常的电话,让她认识了身患世界罕见骨病的木头姑娘,她叫夏秀玲。 四岁时,一次意外的跌伤,使得病情开始蔓延,她的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变得僵硬,而且体内疯胀出无数的心骨头。 四年躺在床上,她无法移动一点,生活的吃喝拉撒,全靠满头白发的老母亲照顾。 面对她这奇怪的病症,医生都束手无策。 可是乐观的夏秀玲仍然觉得有希望,她利用能看的眼睛和其能动动的手指,不停地在寻找各种信息。 找了四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她终于见到一位医生,在救治一位和她患有相同病症的病人。 能联系上这位医生,成了夏秀玲心中最大的愿望。 咱们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这样一个姑娘的故事。 姑娘今年三十多岁了,在床上也躺了四年多了。 她从很小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 叫进行性骨化性肌炎,这个词很不好念。 从字面上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我给大家一说,你就会觉得这个病有多可怕了。 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人,他的骨头,他是随时随地在不该长的地方长。 你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腿骨就这么一根吧,他不,他可能今天从这长出一根来,从那又长出一根来,就不要命。 而且同时伴随了他全身的肌肉钙化。 就好像我们说拿一个人用石膏给他裹起来一样。 您说吧,这病有多可怕吧? 这日子他怎么能过呢? 这个姑娘要说早就新婚一冷,准备就躺在床上等死了。 我们的记者去见他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采访没法做了。 为什么呢? 姑娘说着说着就会流泪。 一流泪你想又动不了,全身是硬的。 全身都是硬的,眼泪都擦不了。 这个时候就偏偏得知有个大夫好像正在对这种疾病进行研究并且想出的方法,对这姑娘来说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一个僵硬的人能抓住这根存在不存在我们都不敢说的稻草吗? 夏秀玲觉得自己有没有希望全靠这位医生了。 可是连家门都出不去的她,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女医生呢?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让她想到了求助媒体。 这才有了齐媛媛在电话中听到的秀玲妈妈焦急的求助声。 她把这个所有的治愈这个病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医生身上。 非常迫切地希望我们能帮她联系到这个医生,然后能跟那个医生有一个直接的交流。 我们回来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她先去找到这位医生。 可是,不知姓名,不知哪个医院,只知道是成都人。 要找到这位医生犹如大海捞针。 最后,齐媛媛想到了借助四川的媒体寻找这位医生的办法。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好消息。 很快我们就,就是在那个我们成都的那边那个报道发出去。 当天,当天晚上,这位医生就被找到了。 秀玲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能突然看到圆圆的到来,或者听到她的电话。 找到了这位女医生,对秀玲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 可是,她没想到,狂喜之后却是一个无比残酷的打击。 这个医生并不是近年五化症的这个专家,就是她不是这方面的专科医生,她是妇产科医生。 这个消息让夏秀玲再次掉进黑暗的深渊。 无情的打击让快乐的秀玲消沉了下来,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齐媛媛看到秀玲那双无助的眼睛也感到无比揪心。 她决定通过报社的力量,让秀玲跟那位女医生通过视频交流一下。 在视频里看到夏秀玲的样子,女医生非常吃惊。 她没想到夏秀玲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 她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好心的女医生又为夏秀玲提供了新的治疗信息。 她提供了一些在当时咨询的国内的一些相关专家的一些建议。 其中也提到了一个医生,就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张克勤医生。 她说她是在国内分泌方面,她也是属于比较顶尖的人物了。 她对这个进行性骨化症,这个病症,有她独到的见解。 其远远开始帮秀玲寻找张克勤医生。 可是进行的却并不顺利。 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找张医生。 足足打了半个月,才真正听到张克勤的声音。 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个电话。 是大伦半岛城报记者,齐记者打来的电话。 她说你是张大夫吧?张克勤大夫吧?张处省人民医院的吧? 我说是啊。她说我可找到你了。 我们找你很久,因为电话可难打了。 我说什么事啊? 我当时跟她就简单描述了一下夏秋林的病症。 就是我所见到的那种情况。 她就很快就说出来,她说她是不是有些关节不能动啊? 拍片子是不是还能看到她的那个关节那个地方有一些骨刺啊? 我说是。 她说她这个病就是叫进行性骨化症。 就是在世界上这种病症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张克勤想更清楚地了解夏秋林的具体情况。 但秋林无法到南京就诊。 张克勤只能让她拍一套完整的X光片寄过来先看看。 当张克勤打开夏秋林的X光片时, 她被片子中的人体骨骼惊呆了。 片子上就可以看出她的严重程度。 所以我很惊叹,这个病实在太严重了。 严重的出乎我的想象。 因为她全身不该斩骨头的地方,很多地方斩骨头。 不该斩骨头的地方斩骨头。 比如说肌肉里面,这个骨结构我看到实在太乱了。 还有就是她全身肌肉都发白,说明钙化也明显。 张克勤从夏秋林的片子中看出, 她既有异味骨化,也还同时有肌肉钙化。 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看着这张X光片,张克勤觉得,作为医生,她不能袖手旁观。 因为我十年前见过这么一个病人。 那是一个孩子,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 他也是背部肌足两侧肌肉钙化骨化。 因为当时束手无策,没有药可治疗。 所以我们就让他回家观察吧。 但是过了两年,那个孩子后来死亡了。 我非常的心痛。 就不希望这个悲剧重演。 张大夫就是专业。 毕竟是干这行的,而且是研究这个病的。 人家一拿到影像学资料,马上就说, 这姑娘一定得的是进行性骨化性肌炎。 而且根据她现在这个异味骨化和肌肉钙化同时出现, 她已经判断出来,这个女孩的病情到了非至不可的地步了。 虽然说全世界恐怕一共只有六百多位病患。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都可以理解她。 就好像我们说,您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每一次工作的结果都是失败的话,你的心里肯定会特别难受。 对于这样的病人,这样的医生也是。 这个病例虽然不多,但是她的主攻方向是这个。 可是无论她怎么治,如果任何一个病人, 尽管她的治疗都会在她的面前, 根本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生命就流逝了的话。 你想,这个医生他会有多么痛苦吧。 而且按照张医生的估算, 加上一些贫困地区的数字无法统计的话, 恐怕全世界远远不止六百个。 那么现在,面对的像夏秀玲这样一个病患, 张医生决定一定要好好地替她想一想办法, 看看有多大的胜算能够挽回。 要想挽回的话,首先得做检查吧。 我们拿来的这个影像学的资料未必能够满足张医生的需求。 但是夏秀玲别说出门了,下地都不可能, 怎么能来医院呢? 张医生提出,我亲自去看她,不用她来医院找我。 这太让人感动了。 2008年7月份,张克勤来到大连。 这时,她才真正见到患病的夏秀玲。 本以为她会见到一个萎靡不振的病人。 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是她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非常乐观。 见到我们说话都笑嘻嘻。 她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愿望特别强。 她就说,张大夫,你这么大老远感来很感谢。 那么,如果你们能把我能治的稍微动一点, 哪怕是胳膊腿能稍微动一点,我都心满意足了。 亲眼看到夏秀玲本人之后,张克勤觉得她的身体比X光片表现得还要严重。 可是秀玲的乐观感染了张克勤。 她决定帮助这个姑娘。 但是张克勤也知道,她这次遇到的是骨病之王,进行性骨化性肌炎。 目前为止,对她并没有行之有效的药物。 那么,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如此难治呢? 简单讲,人体各部分的成因都是非常复杂的。 骨头的形成也是一样。 形成骨头最关键的因素是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正常人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平衡的。 而夏秀玲所患的病,导致她体内成骨细胞的作用力大于正常人的几倍。 所以,她磕碰之后,成骨细胞随着血液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长出新的骨头。 可是,一家人都很健康, 为什么偏偏秀玲会患上这样的病呢?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非常复杂。 这个进行骨化性肌炎, 也国际上叫FOP简称。 我可以说它是骨病之王, 它是最难治疗, 发病机制最复杂的一种。 那么已经有人家研究, 主要是国外的学者研究, 那么已经发现它是个基因突变性疾病, 就是产染色体显性遗传。 虽然已经发现了这种病的病因是基因突变, 但是医生却仍然是束手无策。 现在基因治疗还是处在萌芽阶段, 虽然全世界当然美国领先研究, 已经研究基因治疗大概有将近20年的历史, 但现在认为还是处在萌芽阶段, 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困难重重。 从现有的资料看, 导致人会得可怕的疾病, 进行性骨化性肌炎, 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基因, 某一个基因出问题了。 这个基因就是前面提到的ACV21, 我觉得是否应该把它念成ACV21, 可能会更贴切一些。 那么这个基因会导致出现什么问题呢? 导致我们人体内的成骨细胞, 它会超乎想象的强大。 我们说人的骨骼当中既有成骨细胞, 又有破骨细胞。 我们的骨骼生长, 你别看它再长, 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动态平衡而已。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骨骼有一部分要被破骨细胞破坏掉, 而我们的成骨细胞完成它的继续生长。 这就好像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大水池。 这个题我们小学时候老做, 有一个大水池有一个进水管, 有一个出水管。 我们把进水管就想成是成骨细胞, 而这个出水管我们把它要想成是什么呢? 想成就是破骨细胞。 如果我们打开阀门的话, 只要上面的水量足够大, 这里面的水就会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于像夏修龄这样的病人而言, 他们下面的这个管子, 也就是他们破骨细胞这个管子, 几乎不起作用了。 成骨细胞异乎强大的, 它不停地往里面给你倒水, 也就是不停地让你骨骼生长。 有人说, 既然找到了这个基因,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靶向治疗呢? 说实话, 这种专门针对单个基因的靶向治疗技术目前还不成熟, 不知道做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而且很多都是在实验室阶段, 临床医学上似乎, 我只说我听到的似乎, 还没有见有成功过的案例。 那么, 另外呢, 从张医生的角度想, 他认为恐怕这个病, 它不是一个单个基因造成的,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基因, 我们目前不知道的, 没有找到的, 同样也对这个疾病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鉴于此, 张医生决定了, 用他自己的方法给夏秋林来试一试。 很多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往往就是手术, 而这个病恰恰是绝对不能做手术的, 因为手术会造成毛细血管出血, 而血液里异常的蛋白流到哪里, 哪里就会异味骨化, 造成越手术越糟糕的结果。 张克勤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尝试治疗。 因为这个药现在在国际上, 还没有用于治疗这种性性骨化性基因, 我是第一次试用, 我也没底, 到底效果怎么样? 理论上应该有效果, 因为它能抑制成骨细胞的功能。 现在秀玲服用的就是张克勤推荐的药。 对于这个几乎没有收入的家庭来说, 却成了负担。 每一盒只有两粒, 却价值76元人民币。 但是服用八个月后, 却真的有了奇迹般的变化。 那天去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秀玲很高兴, 她说话声音本来就挺高的, 然后跟我说, 瑶瑶你看看我的手, 她很兴奋, 然后看看你的手, 然后我就当时就把手伸过去, 然后跟她握了一下, 虽然非常有力地握了一下, 然后半天没撒手啊, 就那种。 我说我明显, 我清楚地记得, 我当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我的手就是插到她的手里, 就那么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 但是我这次再去握她的手, 她主动地把我手抓住了,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很明显。 夏朽玲立刻就把这可喜的变化告诉了张克勤。 张克勤在高兴过后又开始发愁。 扶妖已经八个月需要抽血化验她体内的骨盖素水平, 这又难住了张克勤, 因为踩血就会有创伤。 她再三叮嘱, 在夏朽玲身上踩血, 尽可能地一次成功。 踩血呢, 大大小小也算是一种有创, 也是一种创伤。 如果要是说多次踩血, 会造成她局部进行, 进一步骨化, 又多一个骨化的部位, 那么更增加她痛苦。 所以张主任每次电话里面就说, 一定要找一个技术特别过硬的一个护士, 争取一针尖血。 正常踩血的话, 胳膊, 然后甚至要是四肢都可以踩血。 像她这个脚是不可能的, 我看了一眼, 脚不可能踩血。 然后就是, 左侧胳膊也不能踩血, 只能从右侧胳膊这里踩血。 然后右侧胳膊, 手呢, 这个下面也不行, 只能从轴管解这地方。 然后她长期到了卧床, 血液循环也不好, 然后肌肉都萎缩了, 血管弹性非常不好。 然后, 反正踩血还是有难度的, 但是我感觉有信心。 护士王霞, 凭借过硬的技术, 一次就完成了踩血工作。 血液很快就被送到了南京, 而检测的结果, 也让张克勤感到了一丝希望。 夏秀林的骨盖素, 已经低于正常人的水平。 根据这次的检查结果, 张克勤2008年底, 决定再去检查一下秀林的情况。 你给张教授看看那个手吧。 哦, 不错, 原来这个两个手完全是固定的。 对呀,固定的, 人家现在还能稍微抬起。 那里有没有包块缩小的吗? 这个我倒不明白, 反正就看到,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手的骨结, 比以前变窄了, 不像以前那么凑。 比以前变窄了? 对, 不像以前那么凑了。 你看她这个腿外也不那么厉害, 你看她皮肤就都能捏起来了, 你看, 能捏起来了, 而且这个腿外这个地方吧, 还能歪一歪了, 你看, 能歪了, 原来是六支六支的, 一点也歪不了。 你看, 能歪到这个程度, 看发现多好多啊。 秀林啊, 你, 我给你带来个礼物啊, 这个礼物既不是吃的, 也不是喝的, 就是我们的发院报告, 你看啊, 就这个, 雪的骨盖素, 正常人在十一以上, 你是在七点八, 就低于正常了, 那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就说明药物起效果了。 我的建议呢, 现在还可以考虑再增加药量, 给它加一倍的量吧。 就是说三天吃一次行吗? 三天吃一次。 一个里面吃两次那样是? 过, 过四个月左右, 过三到四个月, 再抽一次雪, 念一念这个雪的骨盖素。 好。 结果让秀玲非常高兴, 她希望有一天, 自己体内多余的骨头, 能像冰雪一样融化掉。 我觉得, 就对我来说, 现在是有百分之一的心, 我也想去争取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想, 我愿意做这些第一, 张大叔的第一类心。 如今, 秀玲手能拿东西, 并且右手可以扭动, 左腿可以轻微弯曲。 这个结果, 都是秀玲以前不敢想象的。 张克勤对于这种尝试治疗的效果, 也感到非常惊喜。 秀玲吃药物, 使得病情有所缓解, 可以说, 是国际上进行性骨化性肌炎, 因为服用药物, 而有所缓解的第一例病人。 这对其他患有同样疾病的人来说, 是个惊人的喜讯。 眼看的, 现在给姑娘做的治疗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当时在跟踪的时候就发现, 姑娘自己认为不错, 因为手可以活动了。 现在前不久又跟她联系了一次, 据导演说, 姑娘家里人都说了, 现在身体恢复的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们看的, 听到这个消息也都替她感到高兴。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病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完全治好它。 我们也盼望着能够早一天真的有什么药物, 能够好好的来帮助这个女孩, 还有包括剩下的那几百个像她有这类疾病的人。 当然我们也盼着这种基因技术, 早日能够获得重大的突破。 再想多说一句什么呢? 可能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大家老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总会怨天尤人。 但是看一看这样的病人, 看一看这样的女孩, 想一想人家是怎么活下来的, 人家是为什么能够怎么坚持, 再看看人家的病痛, 看看我们自己健康的身躯。 我们难道有更多的理由, 让自己沉浸在所谓的不愉快当中吗?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张开您的笑脸, 微笑面对生活, 微笑面对每一天吧, 那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快乐起来。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她是一个赌徒, 赌到妻离子散, 倾家荡产, 却依然毫无悔改之意, 难离赌场。 她为何赌引难去? 她已经赌到成为一种病, 只能使用药物治疗。 但是, 却因一块石碑, 让她一般的戒掉了毒眼。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力杯戒毒。